它是一個功能完整的電腦 螢幕鍵盤接上去就可以上網就可以使用 手掌大的電腦不僅能列印 上網也沒問題 讓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愛不釋手 還有這台加裝電光感應器的機器車 能在預設的軌道上快速運行 這些實用的發明 都是年輕創客的傑作 在學校或者在家裡 那種就是運用生活周遭的一個 隨手可得的一個零件 我就可以達到就是說 一個很便利的效果 而且就是主要就是動手做 創客就是動手做 為了讓更多人感受手作樂趣 一起當創客 新北市將於本週六日 在市府大樓及市民廣場 舉辦新北製造嘉年華活動 邀請70多支團隊共同展出 並分享他們的創作理念 新北市這幾年一直 從教育裡面開始就做雜根 所以一直在推Maker 也就是我們的教育的創客 所以不斷地從學生的當中去 從他產品自己製造出來 自己再融合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以外 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然後同時結合了70個廠商團隊 不斷地去展示他們新的產品出來 都是動手做的 所以從動手做的概念裡面 不一樣的創造出他生活裡面 讓人家覺得很訝異 然後讓人家覺得說 我可以用這樣的生活方式 可以把生活變得更好的一部分 這項結合科技 工藝 教育的嘉年華活動 侯友宜歡迎市民朋友 踴躍前往參觀 近距離接觸 了解席捲全球的製造者浪潮 凱布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